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是啊 情到深处 相爱的人是可以对对方放弃一切的 哪怕是自己的生命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人鬼相恋到可以放弃生命的电影 影片中的阿伯一事无成和心地善良 这天他在帮人收债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会发光的桌子 于是就像着迷了一样 把这个桌子买了回去 和他同住的还有喜欢茅山倒树的表姐 当桌子刚搬进家中 表姐就告诉他 这张桌子不干净 阿伯当然是不相信他的鬼神之说 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这天 阿伯等女友阿美下班 却不想阿美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直接就上了一个老板的车 这让阿伯生气极了 晚上 阿伯吃着面看着电视 可他坐的椅子却不受控制的自己移动 发现不对的他就拉开了桌子的抽屉 里面竟然飘出了一张纸 纸上写着 他是女鬼小蝶 但他从小病就不好 死后还被父亲 把他卖给了一个丑鬼做媳妇 为了能够逃出来 他需要找一个扬年扬月的男子 帮助自己 阿伯一看 自己就是扬年扬月的男子呀 于是就把自己的生成八字 写在了女鬼小蝶的旁边 阿伯虽然知道 自己会少三年的寿命 但他不在乎少掉三年的寿命 阿伯本来不把这件事情放在身上 可这天他在海边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女孩在水中溺水 于是他就好心的救了女孩 可警察却看不到小蝶 还说他行为怪异 要抓他进监狱 于是小蝶就现身把警察吓走了 这天 阿伯又抓住阿妹在偷男人 于是就把他骂了一顿 谁知阿妹变本加厉 还把他赶走了 失魂落魄的阿伯 醉倒在电梯中 小蝶及时出现 把他带回家找 可刚回来的表姐 发现小蝶是鬼 于是两人就来了一场嘴战和舞战 但表姐根本就不是小蝶的对手 于是拿着家伙出来想鬼 可等他出来 小蝶早就跑了 这天 阿妹找人毒打阿伯 关键时刻 小蝶出现 并魅惑了他带来的两个小弟 还放开了阿伯 让阿伯展现了一场男人的魅力 之后两人就在街边聊天 小蝶告诉他 自己是个鬼 但阿伯根本就不相信 小蝶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是鬼 就带着阿伯体验了一次飞翔的感觉 这让阿伯吓坏了 于是赶忙找了个理由溜走了 小蝶虽然很伤心 但还是会默默地帮阿伯遮风挡雨 偷偷地溜进他的房间 但不时去的阿伯 根本没感觉到小蝶的存在 这天 阿伯的聋哑朋友 被阿妹棒的老板抓了 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 他就独自前去营救 而在家中的小蝶 却遭到了表姐和师父的围攻 小蝶当然不是师父的对手 再加上 他感应到了阿伯有危险 于是拖着重伤 冒着灰飞烟灭的危险 跑去救了阿伯 但他也已经危在旦夕 表姐在知道了小蝶的行为后 就带着阿伯去求自己的师父 阿伯还答应 用自己的杨兽来换回小蝶 小蝶在知道 阿伯要为自己输杨兽的时候 当然是不容易的 但他挡不住他对杨兽的渴望 之后 小蝶还附身在表姐的身上 和阿伯在一起浪漫的约会 小蝶还利用法术 教训了一下自己的老板 可突然表姐的声音变了 原来每个女人 都逃不过美丽衣服的吸引 于是阿伯拉着小蝶就走了 独自留下伤心难过的表姐 这天 阿美找到了阿伯 说自己怀孕了 而且还被那个老板给甩了 她想和阿伯重归于好 可此时的阿伯怎能同意呢 于是 她就利用自杀的手段 骗她过来 还说自己就算变成厉鬼 也要缠着她的 可是当阿伯过去的时候 她却阴差阳错的 被一只猫给弄死了 表姐和师父 却都不是这个厉鬼的对手 于是小蝶就找到了 她以前的丑鬼 答应 只要她肯救阿伯 自己就不投胎 留在这里陪她 这天 师父他们算到 变成厉鬼的阿美会回来 于是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还是打不过阿美 关键时刻 丑鬼和小蝶出现救了他们 丑鬼还把阿美给吃到了肚子里 可之后 小蝶就被丑鬼给带走了 阿伯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被表姐和聋哑朋友 给救了回来 爱情本就没有对错之分 也许对爱情最好的证明 就是绝会放手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回去走吧哦